3月6日 周冬雨参加巴黎时装周 却被富婆投诉耍大牌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据悉 富婆是亚洲最大的消费者之一 时装周大秀只有6个客人 她就是其中一个 她和刘亦菲等其他女星都合了影 只有周冬雨没有 富婆说周冬雨是全称摆着臭脸 没人喜欢 有人说周冬雨耍大牌 合影是工作的一部分 应该尊重客户 也有人说富婆不尽人情 让女星偷外套和她合影 太过分了 周冬雨的粉丝 更是对富婆进行了网报 说她吐男子好 后来网友发现 富婆和其他女星的合影 都是在室内 女星都穿着袖橙的衣服 没有外套 这是品牌方安排的合影 富婆要求周冬雨脱外套 也很正常 还有网友晒与周冬雨的合影 周冬雨并未穿着外套 富婆回应说 他是媒体人 自己才是客人 网友认为周冬雨是看人合照 不尊重客户 是耍大牌 周冬雨方面没有回应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周冬雨的口碑一直不好 如今被暴耍大牌 对字你怎么看呢